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盐王子的是盐帝和皇帝 他们是传说中的中华民族的两位子祖 关于他们的传说非常多 尤其是皇帝的传说 传说皇帝的先祖是有红氏 有红暴落的首领少典 和他的妻子福宝的感情十分融洽 做什么都要在一起 有一天他们去鸡水游换 天就来黑的时候突然阴云密布 隆隆的雷声响切四野 银蛇般的闪电刺破夜空的黑暗 突然一个霹靂就在他们头顶炸响 父宝觉得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控制了他 翻家之后他就怀孕了 消息传开 族里面的人纷纷议论话 不得了了 父宝因为感应了上天而怀孕 这个孩子一定是天神转世了 父宝生了一个苦头苦怒的男孩 他就是中华始祖皇帝 皇帝一出世上茅堂堂 他的前颜高高龙起 眉雨间如同圆着日月 两条结眉就好像天上的闪电 传说他不够两个月就会说话 聪明无比 几岁的时候就能言善变 口若愿河 到了20岁就学到很多东西 非常有教养 和人友好相处 办事果敢有力 由于他出色的才能和威望 很快就被推为暴落的首领 他发明了车船便利那些人出行 盖起了房屋 让那些人脱离了旧巢移居 发明了衣服 令那些人不再受寒暑的侵妖 还懂得阴律 创造了文字、算法 这些都被那些人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暴落里面的人就将他推举为首领 因为他长在姬水 就以姬为姓 又因为他居住在牵缘之丘 以此为名 所以后人也称他为牵缘侍 又由于他在有红暴落 所以也称为有红侍